在现在大家可以注意到进入了我们新闻龙卷风最近爆的时刻 但在这最近爆的时刻里面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今天要告诉你更多的信息 尤其在今天你看到的是什么 陶检出来的说法 他说线路问题耶 你能相信吗 我都不相信 但再来我们就要提到了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X先生今天又去查证了更多的东西 而X先生今天要告诉你的是军品 五四两装甲部队军品特别多 这些军品的流向究竟去了哪里呢 这是一个大的问号 另外有话张有话 他有三个独家的大爆料出来 而这些东西的内幕究竟为何呢 在这军高检即将要收网之息 军高检将要侦查终结之时 我们就要来继续告诉军高检 有更多军高检你不知道的东西 但所有的五四两旅退伍的弟兄 或者是梁六九旅退伍的弟兄 你对于这两个单位里面 有什么样的内幕可以告诉我们 你请你打我们下面 X专线记得 02 2792 3151 打02 2792 3151 但是呢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到整件事情开始进入一个收网阶段的时候 但在五四两旅里面 现在这集体虐杀图的上面的这些人 也都在开始进行怎么样脱逃计划啦 观众朋友这张地图 我整理出来的 它是个虐死的地图 我想这个没有疑问 因为洪仲秋的确就是被虐死的 好 立冈你看一下 这张地图 跟这张地图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几乎一样 你眼花了 有两个字不一样 叫脱罪地图 什么意思 脱罪啊 看在我们的眼中 明明就是一个虐死的共犯结构 但是现在这些相关人等 他们就是想脱罪 五大脱罪计划 勘贞军使上什么呢 最厉害的脱逃罪 连胡迪尼都自探佛儒啊 这么厉害啊 怎么脱逃来 观众朋友请看 士官范左线 我只是个士官啊 我阶级那么小 我哪能做这些事 士官长陈宇仁 我8131月那天去 我是休假呀 连长徐夕正 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想要交保嘛 为什么 被拔街在勘守所里头 日子很不好过啊 我真的只是完成上级交付的 跟逃好下面的人 我就是脑而已嘛 不过旅长何江忠说 我做的一切都是行政疏失 绝对没有刑法的问题 旅长沈威智 我的左右手只说可以关我就关嘛 对吧 我信心我左右手 是 这些回忆都被兜起来了 好 我现在来细讲了 先讲范左线 他在侦察庭对军检官是这样说的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哪有办法游说旅长 关红仲秋禁闭 推给旅长啊 我跟各位讲啊 大难临头各自飞 当然啦蓝色球服都穿上去啦 头发都被理光啦 在看守所里头日子不好过啊 我得到的消息 范左线觉得在里头日子很痛苦 难怪出来脚会软啦 这么大的大难临头 当然现在直接讲 我关节小啊 是旅长要关他啊 沈卫智你听到了吗 好 好 再来 813医院 你范左线不是也有去吗 我去那边只是陪同体检 笑话 陪同体检的不是排长吗 哪又轮到你了呢 他什么时候对这红仲秋这么好啊 还有 如果你只是陪同我请问 那红仲秋干嘛传一个简讯给旅长说 是不是因为士官长他们带了饮料要摇杯 才加速我的体检报道出现 你要是陪同他 他怎么会用这样的用词说 我还看到了士官长等等 对不对 表示你不是陪同嘛 再来 哪有本事缩动医院 你没有人脉吗 你以为我们是要你把整个813都缩动了 这个体检报道才会加速吗 对而且半天就把这提检表给拿回去了 你只要关缩相关人等就好了嘛 外界说有通天本领 外界的指责很可怕 对我的惩罚不成比例 我说真的啦 这样主头的部分 或者是高利贷的部分 那是案外案 你为自己辩驳 我认为呢 这个被告要为自己辩驳是合理的 但红仲秋的涉案的部分 你这样的辩驳说不通 因为画面很多掉出来的画面都有你 再来 陈宇仁一样嘛 813掉出来的画面也是有他嘛 他说他休假啦 来 这个什么 这我们昨天S先生才公布的 我们只看6月27 7号那天 是不是 范佐倩 陈宇仁 上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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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在上班 他们怎么都网称说是休假呢 他现在说他休假 我跟各位讲 休假 你如果说你休假 我觉得问题更大 对 你既然休假 你为什么还去啦 那不就代表 你认为体检报告 能不能出得来 跟你有没有去现场关心 是有连结性的吧 要听懂吧 好 再来看一下 来 徐姓正 他现在力求交保 对不对 而且他还讲哦 他说当初啊 沈威 这个对不起 何江中有讲过 不关红仲丘就关你 他说那是何江中的玩笑话 玩笑话 哇塞 军队中军令如山耶 你既然说这句话是玩笑话 他说长官说玩笑话耶 那我再问各位 如果真的是徐姓正 你所说是玩笑话 那你为什么把玩笑话当真呢 你现在不是真的也把红舟丘给关进去了吗 是啊 没错啊 所以嘛 是玩笑话也不对 不是玩笑话也不对啦 好啊 第一个被收押了何江中 他现在也有话讲啦 他说那都是行政疏失 来 我问各位 不关他就关你 这句话是不是你讲的 是你讲的 你说这叫行政疏失 还是你是故意 再来 你有没有交代229旅的 那个禁闭室那边 要好好照顾红舟丘 就是好好整理他 这是行政疏失吗 再来BAI值明明红舟丘就不适合关进币 你还硬要把他关进去 这叫行政疏失吗 这就好像一个人有心脏病 你硬要他去做 做这个余校飞车 跟做自由落体 你认为 你这不是故意要害他死的吗 一个行政疏失 就可以脱逃所有的责任了吗 最可恶的是谁 沈威智啊 为什么 你肩棘 肩膀上的星星 你的阶级最大 你要扛的责任本来就应该最大 你现在说你跟红九九讲 说我的左右手说要关我能不关吗 你看左右手是谁 正在主任代价有跟参谋主任张志伟嘛 是不是 那你这种话 这种理论不就等于说 如果今天你的左右手跟你讲 要群军策啊 我们旅长赶快从湖口杀到凯南 跟人到总统府前面 你也跟着杀去吗 各位听到懂我的意思吗 做主观的 你今天红重秋被送上断头台 如果你今天没有把那个展立决的牌子给丢出去 筷子总会行刑吗 是不是你牵的吧 是嘛 所以五大脱逃计划 我一一的破解 各位观众朋友看 你认为这些人 现在在看守所里头 讲的这些为自己辩驳的话 那不代表你们被告也好 是被收押也好 检察官都愿望你们咯 这个案子没有人有犯罪咯 看看整件事情到现在 我们可以注意到整件事情的发展 现在五四两旅里面 正在进行的是一个脱逃计划 而这个脱逃计划 大家都希望能够平安无事 能够脱罪 但日前呢 范左线被提训了 他提训之后呢 他也在自己叫区啊 他说整件事情跟我又无关 整件事情又不是因为我引起的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整件事情的发展过程中 为什么范左线都会出现在里面呢 其中范左线 他为他自己报区 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全台湾的观众朋友 你相信范左线真的是无故的吗 你刚刚我说真的 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 我觉得范左线 至少是所有的这些军事观里头 演戏演最大的一个你知道吗 其实你看 我们先来看 直接进画面来看 他当初平常很得意啊 异系风发 玩车啊 喝酒啊 到处上FB打卡啊 不是一副很帅吗 一副那种 谁样 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对不对 对啊 还有重机车两台呢 一副那种 我最大 反正我左线天皇嘛 反正我在这五四十二里里面 已经待了十三年的时间 所有的军官如流水 我们这些士官如铁啊 是啊 可是你看 他被抓之后 怎么突然之间 完全变了 你说理个小平头也就算了 你看这一副重 好像很没力啊 腿都软了 然后还会 听说上次还会发抖 装可怜 对 可是你看 很奇怪啊 他没事 还会偷瞄镜头 还是不忘记要偷瞄镜头 你没事干嘛偷瞄镜头 你一偷瞄镜头 不是告诉人家 你这一切都是装的吗 我说真的啦 因为他装错了 你知道 立冠我觉得他笨笨的 他装错了 怎么说 如果今天你认为你 心中坦荡荡 你都没罪 你应该就是正面面对镜头啊 你干嘛躲藏 反正我又没错 那你为什么会一副 腿都软了呢 其实你装成这个样子 表示什么 你心中有愧嘛 你对不起洪仲秋嘛 不然的话你怕什么呢 莫名其妙 那现在他说的很好听啊 我哪有办法游说旅长 关洪仲秋紧闭了 我小事官而已 我怎么可能 我哪有本事说得动医院 你看推得很干净哦 外界的指责相当可怕 对我的惩罚不成比例 因为大家说什么 他有通天本理 他在军中可以横着走 他觉得这个都是大家胡扯 因为对我的惩罚 根本不成比例 我顶多只是 小小的一些过失而已 你们怎么把他说的这么可怕 但我说 跟大家讲 根本就是狡辩 为什么 我一解释给大家听 其实 你看 一开始的时候 6月25号视频会 记不记得 他早上五点半 就打去安官室 叫陈宇人赶快来开会 哪一国的视频会是早上五点半开始 你那么急干什么 那你敢说 不是你主导的吗 不是你主导 你早上五点半 你是吃了耗子药 睡不着啊 你干嘛 你干嘛早上五点半 就开始打电话 莫名其妙了 然后你看 6月27号 不是是 排长带 那个 红仲秋衣体检吗 对 体检 你自己 军检自己的这些士气都看到了 你跟陈宇人两个 是不是有去医院 你范朵线 你是不是有在医院跟小护士喝摇摇杯 证明有说有笑的 我问你你去干什么 干你屁事 你去干什么 对啊 而且他们两个都在上班时间 上班时间你跑到医院去 你还跟小护士聊天 而且还不嫁淋营啊 而且最后提检表 还是你拿回来的 对不对 短短一天时间 跟着护士喝着摇摇杯 喝完之后提检表就到手了 你看 然后到了7月 6月28号 6月28号 红仲秋要送禁闭了嘛 政战主任跟红仲秋同一台车 后面还有一台车 里头坐的是谁 就是范朵线啊 等一下 参谋主任跟红仲秋同一台车 居然后面还跟了一部车 你范朵线跟去干什么 干你什么事 你跟去干什么 你不是对这件事情 特别关注的话 你跟在后面干什么 那就是有原因了 是啊 然后再来看 7月1号 你去禁闭室看红仲秋 诶 照理来说你是要去部队关心他才对 你从头到尾我们根据禁闭声讲现场讲看得清眼目睹 你根本就没有在意红仲秋嘛 你一直很高兴的在看那些兵被操被练 你看了诶 一副球团还蛮好玩蛮新奇的 你根本就不关于红仲秋啊 然后更妙的是 你一去下午 诶 影像不见了 影像就不见 就消失了 为什么他去了影像就消失掉了 莫名其妙怎么那么刚好 然后再来7月3号红仲秋那天 你一早又跑去看他 你范朵线你又没有去看他 你去看他结果发生什么 第一个红仲秋下午就出事了 7月3号出事 当天早上范朵线也跑去看红仲秋了 对而且更妙的是 监视剧 诶 照陶姐的说法 他又失灵了又录不到画面 是啊怎么会那么巧 都这么巧莫名其妙 天皇真是不一样诶 然后你再看 接下来哦 红仲秋你已经出事了 送天成医院 天成医院你范朵线你也跑去啊 啊 天成医院范朵线也去了 你是你是医务士吗 你是你是医官吗 干你屁事 你跑到天成医院去干什么 如果是连长冲过去还差不多 关心自己的子弟兵 结果不是是范朵线去 跟你一个上市有个有个什么关系 而且范朵线关系又跟红仲秋不好 他怎么会去天成医院看红仲秋 那更妙的是 你转送三种 你竟然大老远的又跑到三种 你是不是有遇到红舅九 三种他也去了 然后你还假惺惺的 去跟红仲秋讲说 我跟仲秋是最麻吉的 这种飙怜的话你就讲出来 你有没有讲你敢不敢承认 我说真的 我刚从6月25号一直到 487月3号 每一个只要红仲秋开始出事的现场 就有你半夺线的身影 你如果说你敢说 你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你只是个小士官 大家所有都不相信 看看范朵线他就像那死神一般 跟着红仲秋 红仲秋到了哪里 这个死神范朵线也就会在 那个地方出现 而组成了之后红仲秋的身亡 但整件事情我们要追溯其本源 为什么会在那么短短的时间内 视频会通过之后 旅长沈威智马上就盖了章呢 这中间旅长的座位 跟他往常的作风是完全不相同的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哦 这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戳到了那个点 戳到了五四两旅里面那个点 那个不能说的点 因为那个点被戳到了 所以沈威智认为 我不得不把这个义无仪赶快送进禁室 否则他等到退伍出去随便料化 我们五四两旅会垮台 什么重大的原因呢 有话 我没讲到沈威智以前 我先讲范左线 范左线 你有没有在六月二十三号以后 直接找过红仲秋 说讲话要小心 不要乱讲话 那换句话说 诶 但这算是威胁了诶 没有 他只是叫他讲话小心 不要乱讲话 然后副连长是刘延俊 跟吴义竹也分别找过的红仲秋 他说你快退伍了 嗯 你有什么话 要不要事情跟我们讲讲看 要不要 要不要 有没有讲过这些话 我现在点名了啊 那我点的是谁 范左线 陈宇仁 刘元俊 这三个人 到了最后 六月二十三号 因为 因为 携带了照相手机 不是智慧型手机 那耳后的事情 大家通通知道 通通知道 各位晓不晓得 他们要整红仲秋 去几个秘密证员 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他说 老早就引进封闻了 因为 红仲秋旁边有四个到五个 跟他私交不错的 屡屡听到 红仲秋在讲 吕不连上面的事物 嗯 而且这个事物讲的是 非常的尖锐 甚至于 他也向 沈威智的侍从事 简小姐 也反映过一些事物 哦 他连侍从事都反映啊 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 大概认为 只要反映给 沈威智的话 只要反映给 沈威智的话 沈威智多少会听一点 因为他是这个女的大家长啊 那其次跟何江中之间的关系 坦白说 前半段 何江中对 红仲秋 还算可以 就是说我们说一句公道话 好 何江中在前半段 那我讲的是前半段 前半段大概时间多久 那我记不起来 那一些跟洪仲秋很熟的 有一天 突然看到洪仲秋 好比说洪仲秋在跟江中博讲话 对不对 他跟副旅长 好 突然他就说 报告 那个副旅长找你 他就见了副旅长 你知道何江中第一句话就问他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当着我的面说 如果缺有此事我就办 何江中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今天这是最新的 但是 洪仲秋究竟跟何江中讲些什么 我们不理解 就是非常奇怪的 应该在6月23号以前 6月23号以前 已经有断断续续的冲突 那些秘密证人跟我讲得非常的清楚 当这种断断续续的联谊 逐渐扩大的时候 到了沈维治这边 那为什么 那我想请问6月23号 请问 是你吕布莲查到他有照相手机 还是 带命班 那个卫兵司令那边 你查到手机的 这个沈维治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好 为什么 直接就是卫兵司令 而不是吕布莲的那个内部检查 然后 视频会我也讲过了 理应座谈会我也讲过 体检行府报告 好 这些 我都讲过了 这里面就涉及到 沈维治他一个主观的判断 他这个主观的判断 昨天跟今天都有人跟我讲 他为什么说 我们都主张关你 我的左右手 跟我讲这句话的人说 沈维治 为了要 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人其他旅的就 他说 就是讲到了洪仲秋如果在医院有什么不不信的话 我们几个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讨论到这样子的 他讨论到这样子 就是于是就去搜索洪仲秋的内务柜 这内务柜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洪仲秋的一些手稿啊等等 等等 X先生他会讲 这个内务柜里面他会放些什么东西 而后 灭证计划 我确定 是沈维治下令 我确定灭证计划是沈维治下的令 不然依照徐信正跟何江忠 何江忠虽然嚣张 但是旅长没有点头之前 我想 沈维治 一定会阻止 依照我对他个性上的了解 但听你这么一说 居然是沈维治下令要灭证的 他不是说下令 就是说你们把我 这件事你给我处理好 嗯 这个就等于是一个下令了嘛 还有 既然是何江忠主张关他 他过去对预官 对其他的禁闭证都会亲自召见 为什么沈维治不想召见洪仲秋 而把他推给张志伟 他的参谋主任 那换句话说 洪仲秋想要讲的一些话 除了黎盈座谈会上 我真的很诚挚的 希望跟洪仲秋交谈过的这些退役人员 你们也能够出面 就是说洪仲秋陆陆续续的 跟你们到底讲了什么 而促成了黎盈座谈会上 第一项 戳到了沈维治的心脏 要害之处 于是 这一些被离事实 被离法令 被离规定的 荒腔轴 荒腔轴板的禁闭令 他就会出来 这个里面 我已经查证过了 不是始于6月23号 至少从5月到6月之间 我知道范左宪 陈以仁 甚至于 沈维治旁边的司从事 还有一些人 都陆陆续续的探听了 洪仲秋 你想谈什么 讲话小心点 所以6月23号 各位以为是一个导火线 我认为 这是计划阴谋开始之日 而后才有这么一大堆 荒腔轴板的作为出现 而沈维治 到洪仲秋走 他都不想见他一面 跟他谈个一次 有伪长情 也违背了 沈维治的性格 难道这里面的内幕 不是沈维治促成要整他的动机吗 一个少将旅长 沈维治他居然对一个意义的 下是洪仲秋 下这么重的手 什么原因要让他下这么重的手呢 难不成有些事情不能说 而被洪仲秋要说出去之下 而下了这样的重手呢 但大家想想看 洪仲秋死亡地点 两六九旅 在这三个礼拜 我们新闻龙卷风 一直在追寻的就是一件事情 真相 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把 两六九旅禁闭室里面 那消失了八十分钟 那些画面 还有最后那消失了三十分钟 我们从洪仲秋的观点 禁闭室的观点 还有包含了 只要张有话告诉我们的观点 我们把整张拼图拼起来 给大家还原 当时两六九旅的禁闭室状况 对我们要把这些通通拼起来 他们陆军的报告 不是一直讲吗 没有对洪仲秋特别待遇 对不对 没有特别操他 好我告诉你 6月27号那个报告 马上体检报告拿到 马上就把他隔天就关进去了 对不对 对 他马上就被特别待遇了 是啊 为什么 先从最简单的讲起 照国军的禁闭室管理规定 禁闭室每晚都要写 毁过心得 不管你关几天 六天八天十二天 你关完了 每天都有一份毁过心得 然后把它凑成一本 因为你是五四二旅的 对不对 到时候 你是在二六九旅 关禁闭 到时候要给五四二旅的长官 带回去城上看的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第一天第二天写的毁过心得 就过不了关 先毁过心得 为什么会过不了关 禁闭室证实 他第一二天的时候 他进去的时候 写的毁过心得 就被要求 重写 好 来了 嘿嘿 禁闭这个 介护士啊 陈一群 我跟你讲 我也没有特别对你怎么样了 你现在开始给我做 心形伏地挺身 对不对 我们示范过嘛 那个心形伏地挺身 重心根本就不稳 对不对 等一下 陈一群 把脚 伸到他的身体下面去 你只要一不小心 碰到我的脚 这次不算重来 一个基数是15下 每天都要做5个基数 所以说他不是特别待遇 是什么呢 对不对 到了7月3号最关键的 那天早上 曾经活动的时候 洪仲秋就已经举手 我无法附和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这个时候陈一群准备交给李念祖了 这个时候要交给他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操作了 李念祖才刚接4个小时 他不能做主了 他不能做主 所以继续操他 大家就看看 最不人道的是什么 最不人道 晚上睡觉 我跟你讲 他已经起疹子了 他也不能翻身 坦白讲 正常人 如果你是正常的训练 或是怎么样 体能操练的话 看他全身起疹子 就应该要停止 或者至少带他去就医 结果也没就医啊 完全没有就医 是啊 李刚刚 这是最难过的 要起一片疹子 睡都睡不着觉 对不对 你我截然 我 借护士 通通看不到 这还不叫特别待遇 好 最后 7月3号这个禁闭声 也就是目击这整件 红仲丘被操练的这个禁闭声 他是怎样 他去出诊 他去医院出诊 连这个禁闭声都可以去 对呀 红仲丘伤得那么重 还不带他去 那个禁闭声早上 还连长带着去 连长带着去 对不对 晚上差不多5点20分钟 回来一进门 他跟陈家祥 借护士 一到禁闭声门口 待命班 那时候已经疯狂 call out 一关一关 救人 对不对 然后但是呢 他 这个禁闭声 被陈家祥带去 疯狂裸减 就是说 你看他那个人倒在那边 没有人理他 那什么感觉 然后打饭了打饭 打饭谁 李又正在打饭 然后李念祖 还带着禁闭声 四个禁闭声 在操场 还在唱歌 一二一四 还唱歌 打树 他是一个人被丢在那边 被晾在那边 四十分钟 没有人理他 氧气钢瓶就摆在里面 也没有人 氧气钢瓶从大门 代命班 搬进来之后 就摆在这个红仲秋身边 根本没有人用 根本没有人用 根本没有人会用 也根本没有人要用 难道他不是一连串的 特别待遇下的牺牲品吗 一连串的特别待遇下的牺牲品 红仲秋就这样子 离开了人世了 但整件事情 两六球旅 直接的关系 五四二旅里面呢 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联性啊 想想看 这个集体虐死地图里面 五四二旅是不是起因 就是起因了 但我们说到这起因的部分啊 X先生又去查证了一些东西 他发现了几节端倪点哦 因为最重要的是在五四二旅里面 跟这些军品方面的问题 其实军品料件 军品的报废 这些问题 可大得多啦 我们必须还要再跟大家重复 再还原一次 之前我们曾经有提到嘛 整个红仲秋案件有一个关键 就是在红仲秋 他在离营座谈会之后 私下跟旅长沈威智表达了两个意见 第一个就是自愿意事关内务凌乱这个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范佐献 常常拿手写的folge去请款 然后常常报件 报价会比一般市价高 甚至说你那个单据上面看不出来 他是从哪边买来的东西 也不知道他买了什么东西 但是他就是要报 报了还要钱要得非常急 刚报就叫玉才师给他钱 但玉才师没有办法 最后还要再 最后只好给他省了就这样过了 但是据我们查证 M先生又跟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关键 有人打电话到我们的X爆料专线里面 讲了一些东西 讲了一些东西 其实这整个关键关键 不仅仅是发票的问题 跟事关内务的问题 但这M先生是谁 这M先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 我们在这边还不能公布他的身份 但是我们必须要对他保密 我们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他有听过红仲秋当晚的说法就对了 对他其实曾经跟红仲秋处夕常谈 一整夜就把那个那天6月26号 黎英座谈会整个当天发生的情形都重新的 他们讨论过一次 所以他是一个知道许多细节的一个M先生 然后最后他还提到另外很重要的东西哦 五四两旅的料件短缺 等一下 料件短缺 装甲部队里面料件短缺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耶 为什么料件会短缺 这料件短缺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他提到的料件短缺 已经不仅仅止于大家知道的民用车代料补齐 这些问题哦 他所说的料件短缺 是更扩张到一个军品的短缺的状态 但军品怎么会短缺 明明不是一个战斗单位吗 怎么军品还会有短缺的状况呢 是陆总部根本没有拨这些装备下来吗 其实我们才不只是 我们的证人不只是M先生 我们还有一位很关键的一位秘密证人 L先生 L先生跟我们提到了整个料件短缺的情形 他跟我们提到了几个品项 跟当初五四两旅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你说的这位先生是透过我们X专线来爆料的 没错就是我们的L先生 L先生 其实我在这边呼吁我们杨部长 我们新上任的这个文人部长杨部长 你因为没有军方派系的一个问题在 所以你可以大刀阔斧地对这次我们整个国防部 或军方的体系做一个很重要的改革 现在我们就把几个问题点圈出来给你知道 让你去了解整个案情 然后也希望你能大刀阔斧地把我们国防部给改革下去 其实L先生跟我们提到的几个料件有哪些 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65k2 我们大家都知道65k2是什么 是步枪 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用的 对我们现在大家用的是T9-1步枪嘛 但是65k2它还是有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它的料件 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枪机 枪机还有那些板机那些小零件非常容易的会出问题 嗯 去哪边不知道 手还有一个手 你说 K2步枪的枪机不见了 枪机里面还有一些零件 小零件失踪了 因为现在部队没在用65k2 对 但K2还在542旅里面啊 其实很多地方还是有这把枪 还是有这种枪 但是它就是很多料件不见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手榴弹 跟一个机枪的子弹 啊 这个掉件也有问题 这是很严重的军品哦 手榴弹常常有时候它里面火药啊 那些发潮了 然后就过洗了 那这些手榴弹最后 废弃之后去了哪边呢 还有这些子弹也是有一样的问题 因为火药会有一个潮化一个现象 所以很容易会被淘汰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军车的引擎 跟一个东西装甲部队最重要的料件 船动轴 7号 7号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啊 我们看看陶显 他已经把整个案件的方向 移往了什么 疑似重大贪腐 这不只是重大贪腐 还是一个集团化的一个贪腐动作 这时报周刊里面写到的 对这时报周刊里面写到的动作 重大贪腐 这个贪腐的话 那就不只是洪仲丘当他变他亡死来 而是洪仲丘之前想要戳的那个点了 其实历干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有曾经提过 我们国军的一些料件 甚至缺少了70万件 清点都清点不出来 还有我们上次提到的一个 我们在湖口的一个军事重地 被窃贼闯入两次 偷了战车的引擎跟战车的起床 战车的变速箱那些零件 整个被人家搬走还两次 很夸张 真的很夸张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件事 我们五四两旅不只是这个问题 其实刚才有花哥有点到 整个五四两旅在洪仲丘 反映了这整个事情之后 在7月3号当天 你们做了什么事 你们去洪仲丘的内务柜 收了些什么东西 你们是不是 我跟大家提醒一件事 洪仲丘的智慧警照相手机 其实在6月23号当天 他露营的那一天就已经被没收了 所以根本就不会出现在 他内务柜里面 所以他是在大门的代名班 就已经被在门口检查 就被没收掉了 你就已经被没收了 那你7月3号出事的那天当晚 你们派人去里面 到底搜查了什么东西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关键数字 这神秘的数字 66213 各位现在可能还看不懂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66213 但是我必须在这边请问 六军团 高制指挥官 低制一般的军官士官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数字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今天要点名杨念祖部长 你有没有这个胆 你有没有这个GUD去军中查清楚 国防部这些军品的流向 到底到了哪去 66213 是一个神秘的数字 66213 加起来是不是18呢 其中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不过所有的朋友们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你脑袋里面在转的 在想的 已经就是说 原来啊 红重秋真的是戳到了一个大洞 这个大洞就是66213吗 如果真的是的话 那这个洞可不得了哦 这个洞可是会让整个五四旅翻过来了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案情已经逐渐的要进入一个终结的状态 这军高检起诉说也在这个礼拜 可能就要出来了 但案件还能够继续搬得下去吗 五四两旅里面 现在还在进行什么样的动作呢 我必须要跟军高检讲个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沈威志跟洪仲秋之间不合的话 那洪仲秋又是沈威志的部署 我想请问五四二旅的高层干部 高情官 从沈威志和江中 然后一路到谁 到戴家友 到张志伟 到这些参谋官 请问一下 他们有没有去洪仲秋的灵堂前面去看过 有没有 没有吧 二六九旅 除了政战主任 洋主任去看了以外 其他都没有看 那五八四我就不讲了 但是呢 我必须讲 刚刚除了去整顿他的内务柜以外 讲到了五四二旅去整顿他内务柜以外 那七月三号的录影带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在七月三号看完录影带 有没有说要统一口径 就是说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总要对外发布消息 那统一口径 统一口径大概三个原则嘛 第一个 统一口径是不是篡政啊 这个不能说是篡政吧 就是说第一个 你要解释事件的原因 第二个就律定 法律的律叫律定 超克死亡 超克死亡是意外死亡 对 好律定的超克死亡 然后第三个死亡的原因是热中暑 那请问 军高检也好 军医也好 是不是开的这一方面 从来没讲是他杀吧 他为吧 对不对 好 请问 谁在统一口径 是不是呢 你指挥官下令 哦 你说成全官 是不是成全官下令 六军团指挥官 因为好 那我注意成全官非常的久 然后因为他呢本身是人事次长 本来我没怀疑到他 居然有人问他禁闭式管理规则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 方氏跟沈维智一样 沈维智说我虽然也是资安官出身 但是我不知道 带照相型手机 好 不可以关紧闭 你相信吗 但军令如山 军法定出来的东西 在这些条例上定出来的东西 他们会不知道 好 这个就是到了7月3号 因为他们看完录影带 是看到了洪仲秋 他倒地 然后将近30分钟 无人理会 看到一个人在那边苦苦哀嚎 然后在那边骂三字军意识不清等等那些 他们认为画面播出来太震撼 那7月3号的事情解决以后 黄文旗等人 因为他们熟悉电脑操作 黄文旗等人 他们熟悉电脑操作 然后他再倒带回去看 哎呦不得了 7月1号的影带 的的确确有一飞冲天 心心相应 观音作联 独舌百尾 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演过的 借花献佛 这些影带等于是聂穷 如果让他公布的话 台湾的军方 对于军中人权是如此践踏 他敢公布吗 他能公布吗 不能公布 既不敢 他又不能 那反正灭阵在刑法上面 判的比较轻 不像聂囚一判的话 都七年以上 所以两权相害 取其轻的状况之下 你身为指挥官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灭阵 军方很多冤死案 几乎都是灭阵嘛 因为这基本作业流程啊 对啊 这个是他们很标准的SOP程序嘛 对啊 一定要灭掉 后面家属如果没追的话 就是中暑意外 死亡啊 那这里 那我必须讲 有人真的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我们讲七月一号 有人是呕吐 有人是尿失禁 有人是被那个操的 已经是 是很痛苦的神情 然后其他 因为我提醒军方 你们注意一点 洪仲秋是在所有禁闭声里面算个子比较高的 所以他应该是站牌头的 所以 所以金石器一拍的话 总会拍到牌头嘛 而通常一个班长 他不是站在中间 就是站在牌头 他绝对不会站到最后面 他一定是站在中间操客 或者 站在牌头的前面 操客 所以 第二阶段 灭七月一号的影带 我还在查证他的时间 至少在洪仲秋的头七之前 洪家提出我要勘验金石器的时候 这个是在 七月三号以后 而七月三号的 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 那七月三号的应该就在七月四号的早上 你就必须要处理掉 所以也就是说影带第一阶段的消灭时间点 七月三号就在 七月四号早上把它消灭掉了 第一阶段的话 应该是指挥官指示 第二阶段应该是指挥官同意 但是 我没说这个指挥官是成权官 因为这个一定要上报处理 才能够解决 看看 整件事情的两阶段的灭阵计划 现在呢 监视影像消失了 但是呢 陶检居然说 哎呀 跟这个线路有关哦 你不觉得 跟线路真的有关吗 还是跟上面的施压 有绝对的关联性呢 但是我们再来就说到呢 X先生他在等一下休息完之后 会将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吕布莲的辅导长 吴义竹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好像完全脱身无罪了 吴义竹 他在吕布莲里面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